欢迎收看小熊老师片子教数学 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我们上一集介绍的这个毕师定理 那毕达哥拉斯他这个人呢 他一生信奉一种很特殊的宗教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很努力的一直去研究数学 他信奉一种以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都跟数字有关联 他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以前那个五行 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跟那个 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有关 那所以毕达哥拉斯他信奉的那个宗教 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一切的东西 都和数字本身内藏的奇妙的魔力 那他好像认为奇数是坏的偶数是好的 还是奇数是好的偶数是坏的 我忘记了 对反正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有点荒面 就是为什么奇数就是坏的偶数都是好的 但是因为他生信如此 所以他就穷就这个数字的道理 那我们从他对这个他的宗教信仰 还有他对那个三角形数正方形数的认识 可以了解到他其实他的一切想法都是来自于整数 整数的加减乘数分数 我们后来称这样子的东西 可以化为分数的叫做有理数 那有一些东西不能化为分数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π不能化为分数 那还有这个根号 根号2根号3 那我们这一集就是要介绍什么是根号 那毕达哥拉斯他那个年代他不了解 有一些东西他不能够化为分数 他认为所有的数字都可以用加减乘数去算 于是他的学生就问他在他发明的这个必识定理之后 他的学生就问他说老师啊那我有一个边长是1的正方形 请问他对角线多长 那这样是多长 根据必识定理我们知道 这个a平方他会是1平方加1平方 换句话说a平方是2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到哪一个数字平方 平方完会是2 这不用是整数但是即便是分数你也找不到这个数字 那他那个年代不知道所以他穷救了他的必生心血 去研究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数字平方完会是2 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找到这样子一个用整数加减乘数出来的数字 一直到后来的人终于了解到我们无法把它化为分数 所以我们只好另外去定义给他一个符号来去说明这样这个数字 有一个数字平方完是a 于是我们就把它定义为是根号a 这个是定义 这是来自于定义 也就是说我们从此之后称呼平方完是a的数字是根号a 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其实平方完是a的数字有两个 比如说平方完是9 9的这个数字有两个 他是这个3平方也是-3的平方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如果写根号9到底要代表哪一个 所以在定义根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顺便定义了 写根号9的是正的 不是负的这个 所以根号9是3 可以吗 那这个是定义出来的 他不是算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要需要一个共通使用的方式来去称呼 某一个值根号完 比如说某一个值它平方完是7 正的那一个我们就称为根号7 负的那一个我们就称为负根号7 所以为了解决正负平方根的问题呢 我们把它定义为是正的 那负的那一个呢 就自己再加负号 可以吗 所以关于根号有两件事情要学 这两件事情其实它的来源不一样 我们刚才说 根号本身会是正的 根号a它大于等于0 这个是来自于定义 我们一起约好了 当然没有你啦 也没有我 不是我们约的 以前的数学家们 一起约好了 根号就要是正的 这件事情是来自于定义 但是这个根号多少 里面的这个数字要是正的 比如说我可以写根号7 但是根号-7 在这个国中 我们就说这个值没有 511 那事实上它是50数 没有十数的值 这是一个虚数 所以说这个是不行的 那这个不行为什么呢 它其实不是从定义出来的 而是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个 这个值 根号这个值 它平方完要是一个 要是一个a 那这个值是正的我们知道 所以任何一个数字 它是正的话 任何一个时数 负的也可以 它平方完都得是正的 所以写在根号里面的这个值 当然要是正的 所以这件事情是基于这个 a它是根号a的平方 所以一个平方的数字 它一定是0 大于等于0 所以来看看 根号4的平方根是多少 这个问题 我们你在课本上 在习记上面看到这种问题 就是一步一步去想 根号4自己本身是2 所以2的平方根是 两个 我们讲平方根有 两个 这样子 根号3 就是根号3 他没有办法换成正数 他的平方 是3 那他的3的平方根 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去想 根号3的平方是3 他的平方根 3的平方根是正负根号3 这样可以吗 好像这个也是 负5的平方是25 他被开根号 那就是根号25是 写成根号的这个形式出来的值 是只有取证的 这样子 那接着呢 关于根号的运算 我们要把它跟指数率结合 这个 根号到底要怎么说 我们可以从 我们可以这么想呢 就是说 这个根号他 我要把它称为是 小心把指数写在上面 如果 根号 根号a他是a的不知道几次 我们现在 假设我们不知道他要叫a的几次 那这样子根据指数率我们知道根号的平方要是a 所以根号的平方他是根号a乘根号a 也就是这个a的几次的 平方 那根据指数率呢 他是a的2乘以这个不知道是多少次 那同时他就会是a 也就是a的一次 换句话说这个2乘以不知道是多少呢 会是1 所以其实这个不知道多少就是2分子 所以我们就把根号a写成4这个a的2分子一次 这就填2分子 可以吗 所以说这个来看根号3平方开根号 那3平方自己本身是9 所以9开根号 他就是这个 9的2分子一次是3 我们如果用指数率来算 我们不把它算出来变成9 他其实是3的2次的2分子一次 也就是3的一次 可以吗 根号2乘根号3的话呢 根号2乘根号3 我们以指数率的角度来看 他就是 2的2分子一次乘3的2分子一次 那根据指数率他就是2乘3的2分子一次 也就是6的2分子一次 也就是根号6 所以根号2乘根号3 根号3里面沉进来 他其实就是指数率的延伸 那根号2加根号3 就这个 没得加 那 学生他可能 会衍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 根号2加根号3 我知道他不是根号6 那会不会刚好其实是 什么数字 那会不会有一个什么数字 他当然是 有一个 什么数字 但是这个数字我们无从去 抓 因为根号2跟根号3都是 无限的小数 所以你只能够用加法把这两条非常长的小数加在一起 那对我们来说没有价值 因为不好算 所以 没有什么 说不定刚好等于什么 没有啊 他就是没有 他是有值啦 但有值 那这个 值是多少呢 根号2 1.41423 这样子 那根号3是1.65多 1.67 这样子 没倍 所以他加起来的话就是根号2加根号3 但是就是这个值不好看 以前在 有熊老师的在前几年的国中生或高中生就会被要求要背根号2和根号3 我国中也有背过根号3后来都没在用 所以就忘掉 这个4根号a他是4倍的根号a 那4倍的根号a就是4乘以 4本身是根号16 所以他就是根号16乘以根号a 所以他就是根号的16a 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外面的数字乘进根号里面 你把它弄进根号里面的时候他要平方 也就是说4半径根号里面就是变16 那我之后就讲半径根号或 拿出根号 所以反过来说如果16a 他就会拿出16拿出根号就变4 所以比如说9a呢 根号9a他就是变成3根号a 这样子 那这个要会 就来看这里 如果根号里面有分数 根号的5分之7 那是5分之7的负一次 那就是5的负一次分之7的负一次 也就是根号5分之根号7 所以就是说根号里面有分数的话可以上下拆开来的意思 这就是指数率嘛 对不对 其实不难想象 那如果根号里面有一个这个169分之1 169分之1的话呢 他就是 这个根号169分之 根号1嘛 跟刚才一样嘛 上下分开来嘛 那因为根号1他就是1 所以我们后来上面这个就不写 那其实根号169就是13 加到13分之1 如果根号a他5次了会怎么样 我们从指数率来看 也就是a的2分之1次的5次 那就变成 根据指数率这个要乘到次方 所以他是a的2分之5次 a的2分之5次你也可以说他是a的5次的2分之1次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根号a的5次其实就是根号a的5次的根号 可以吗 那a的5次的根号或者我们刚刚是 这是一种转换方式 另外一种转换方式就是我把它变成带分数 他是a的 2分之5次 是 2又2分之1次 所以他是a的2次乘a的2分之1次 这个都是指数率 如果你 一时之间没有办法跟上你可以按暂停先看一下 那所以他变成a平方乘这个根号a 那其实就是符合我们刚才所说的你这里a有5次 对不对 a有5次他其实是这个 4次又1次 那这个4次的部分呢他就是一个平方的东西 所以我可以把他的平方根 也就是两次先抽到根号外面 留下来的就是根号 所以 根号a5次就是根号 就是a的5次的根号 那他就是这个根号平方乘根 a平方乘根号 看得懂吗 好 那接下来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啦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情形大部分是从后面 倒过来看 也就是说 根号1分 那会怎么样呢 根号1分其实就是 根号的1分 根号的1分 我为了要让他的分数 变成整数 如果我们以这个为目的的话 那我就上下同乘2 好让他的分数变成完全平方数 可以抽到外面去 所以他就变成2分之根号2 好 这个四个问题给大家想一想 依照下列各条件 请问a是不是一定会等于b 如果根号a等于根号b a是不是一定等于b 如果a平方等于b平方 a是不是一定等于b a的平方根会等于b的平方根的话 那么a是不是一定等于b a平方开根号等于b平方开根号的话 a是不是一定等于b 这惯例学人在写题目的时候 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先聊一下 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已经交超过了这个 中国的历史 超过三代了 那我们来补充一下 春秋五霸 春秋五霸 秦桓公 宋香公 靖文公 秦木公 和储庄王 那这五霸呢其实他们有略有不同 你仔细看 这个 前面四个都是公 秦桓公 那个宋香公 靖文公 秦木公和储庄王 最后这个是王 储庄王 那差别差在哪里 差别就差在呢 其实在这个 周朝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封 王的 因为在周朝的王 就是指 周天子 到后来才会有这个分封 说某一个是什么王 什么什么王 但是在周朝他们并没有任何一个 诸侯是被封为王的 因为王是周天子的意思 所以其实 他分析出去最大的诸侯就是公 公侯伯子 我们后来称呼欧洲的那个 那些那个贵族 我们都用 类似的系统 就是我们自己翻的 不是他们 不是他们真的用我们的系统 而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就是把它翻成公爵 侯爵伯爵子爵跟男爵这样子 因为到了差不多清朝的时期又开始使用这套系统 所以就是我们近代在翻译 外国的那个贵族的时候都用这套系统在翻 所以公爵公是最大的 那公是最大的话 这个楚庄王其实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并不是 他并不承认他是周朝的一部分 他认为自己是另外一个国家 所以当这个楚庄王他称王的时候你可以想象 其他的国家就会联手起来一起要打他 那所以他敢称王也就是我不怕 其实楚一直都没有像那个 他有他中间过程中有曾经一度沉浮于周 但是后来就又分裂 那每次他分裂出来就会引发 这个周朝的其他诸佛国要联手打 楚国 那要联手打楚国呢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到东周后期 就是周天子世伟 所以其实并不是周天子自己出兵的 而是他是找 其他人 你们约一约帮我去打他 对那个 那个 小女生或小男生在学校受欺负 就回家跟哥哥姐姐哭 有人欺负我 那哥哥姐姐就去学校找那个人的麻烦 不建议这样做就是罢了 好 那所以呢那个 周天子他就找人来帮手 那这个时候跳出来当老大的 来我们 几个几个我们约好一起去 这个教训楚国 那那个人就会被称为是当代的这个霸主 所以第一个做这件事情就是秦皇公 那秦皇公他后来晚年就是比较 幼于全马身色 就是比较爱玩 好就不做正事 于是呢 代他而起的就是宋相公 但是其实宋相公不强 宋相公他是因为他的国家的位置靠近周天子的那个 他的那个直辖的领地 所以他就站出来 然后就邀大家 我们要一起去打到楚国 可是其实他不强 所以宋相公打完楚国就爆掉了 对 他的辉煌时期很短 那之后呢就是这个靖文公 就取代了宋相公的地位 他是一个存在 跟秦皇公一样 存在比较久的霸主 那秦木公呢 其实秦 秦跟这个楚一样都是在边垂 那秦在比较边垂的地方 他一开始他 没有被重视 他后来因为他在边垂 在边垂有个好处 就是你旁边都是空地 所以自己把空地站一站 一个不小心秦国的土地就超级大 跟楚国一样 为什么楚国不离周天子 因为楚国往南边一直扩张土地 他的土地越来越大 他就觉得周天子也不算神 那不过秦国他后来没有像楚国这样子 就是他自立为王 他还是接受周天子的安抚 周天子就说那你乖乖 你也帮我去对付楚国 我就封一个宫给你 所以最后就是这个秦木公 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 其实这春秋五霸中间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会有五霸产生呢 就是 其实这个每次挑起战火的 大部分都是楚国 要不然就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 那最常见的就是楚国 他又跑出来这个 叫嚣 就是 周天子不算什么 那这个时候 周天子底下的这些 周天子底下这些 有能力的人 他就会跳出来说 这家伙皮在痒 我们去打他 所以 跳出来 纠团的 纠团组 他就成为这个公 所以就是这样子 A跟B是不是一定会相等呢 刚才有提到 根号 这个A跟B 他们放在根号里面 一定要是正的 所以他根号完之后 竟然会一样 那他平方的时候 一定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是圈的 但是反过来 平方的时候一样 根号的时候 就会有一正一负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不一定 可以吗 这个一样 A跟B的平方根如果都会相等 他们既然会有平方根 代表他们两个其实都是正的 所以其实A跟B是同一个 那么这里 A平方 根据刚才的说法 我们可以知道 放在这个根号里面要相同 所以其实A平方等于B平方 所以其实这个A 也就不一定等于B 在这里先做一下这个了解 我们之后还会再深入的去推论 然后补充一件事情 在你们的这个 笔记本上面写下这件事 就是 在相同的周长 周长相同的矩形之中 正方形 面积最大 在面积相同的矩形之中 也是正方形的周长最长 错了 周长最短 那这个如何能够得出这个结论呢 面积相同的矩形当中 也是周长 正方形的周长最短 那这个如何能够得出这个结论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惩法公式去了解 我原本有一个正方形 它的边长是A 那这个是A平方 对不对 我周长要一样 周长是这个两倍的长层宽 换句话说是长加宽要一样 那长加宽要一样的话呢 也就是说我的长加宽要是2A 如果我今天我有一个长方形跟他周长一样 我的长比他多了 1 那我的宽是不是就要比他少 这样我的这个 这个是 所以我这里是A加1嘛 所以我上面应该是A-1 这样子我是不是合起来 长跟宽还是2A 周长就会一样 那这样子我这个面积多大呢 他是A加1乘A-1 他是A平方 减 1平方 A平方减 如果我的长是A加2 那我的宽就应该要A-2 那这个时候我的面积就是A加2乘A-2 是A平方减4 对不对 那如果我的长跟宽一个是A加3一个A-3 就被A1平方减9 所以你会发现 两个东西如果他合相同的话 两个数字合相同的话 乘起来是怎样最大的 一模一样最大 就是这两个词刚好一模一样 刚好对分他们的这个 长加宽 那如果他们离得越远 乘起来其实就越小 那A加4乘A-4就是A平方减16 这样子 所以最大的就是这个 正方形 周长相同的矩形中 正方形的面积最大 那所以反过来说面积相同的矩形中是正方形的周长最小 最短 那这里补充给大家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乘法公式看得出来 那附带一体周长相同的所有的 这个图形里面是圆形的面积最大 你也可以写在底下 那面积相同的所有的这个图形里面 他是这个圆形的周长最短 来看这里之前的作业 小明做一个面具挖了1234个洞 这四个是一样大的洞 都是这个 边长3.38 那小明的面具的 这个正方形大的边长是23.24 那这种问题呢 他要求覆盖的面积 他其实就是乘法公式的延伸 你这个面具覆盖的面积是不是就是大正方形 减掉四个小正方形 所以是 23.24 减掉四个 3.38 对吧 那这样子要怎么做呢 跟正 平方 那大的正方形减掉四个小正方形 那这种问题呢稍微留意一下 他其实就是要让我们习惯 把这个式送进平方里面 他其实是2乘以3.38的平方 可以吗 你以后看到这里乘4或乘9 就是他搞不好可以送进去 可以送进去的话呢 那他其实就是这个 乘起来他是6.76 23.24 23.24平方减6.76平方 那这样子写做什么 也就是说你想要确认我这样做对不对 那你去想下一步 他变a平方减0平方 所以是a加b乘以a减0平方 通常会让数字变得 蛮好算的 要不然就是 他都解不出来 乘个老半天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23.24加上6.76刚好是30 然后再去乘上 23.24减掉6.76 这个就比较好算 但是他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算 就好 就比较好乘 然后简简看 这个468 1426 16.48 那所以这样乘出来呢 0会让他的小数往后退一位 他会留下 48乘以3的话是 12144 144所以是49 44 494.4 这就这一题了 来看下面这个问题 他有这个 x平方加 x平方分之1等于3 好难 那这种问题如果你在 国中其实这个对国中来说的确是有点难 那我们就是附带着一题 这个你如果在国中看到这种问题的话 你留意一下其实这两个乘起来是1 x平方和x平方分之1是1 所以他其实就提供了这个给你 还有提供这个给你 那就回到我们前面说的 他给你了一个这个 而且x平方就是这个 x平方就是x的平方 x平方分之1就是x分之1的平方 他就是x平方分之1 那 同时的这个x乘x分之1也是1 所以他就他等于是什么样的 等于是他给了你这个 a平方加b平方 又给了你a乘b 要求a加b 所以x加x分之1的平方 他其实是x平方加 x平方分之1 再加上 2倍的 所以会是3加上2乘1是 那这个是平方喔 所以最后答案 x加x分之1呢 正负更好 可以吗 就是这一题 然后我们快的看一下上次的 留下的这个问题 因为他很常见啦 那其实为什么这个东西很常见呢 他是到那个 中国古代算经 在记载上高定理的时候 也就是壁士定理的时候 所使用的一种 描述的模式 就是直角三角形的 三边的平方 这两边平方合加起来是这边平方 所以说想要问你这边的这个平方会是多少 就是 这块面积和这块面积合起来 他现在跟你说这块面积30 这块面积40 所以合起来其实是 70 要注意要注意喔 不要看到3跟4 3 4 5 所以这个是50的平方 或者是这个是50 他不是50 他是30加40 这是70 可以吗 那么这是今天 这一次的作业 来求求这一些平方根 那 跟你们说一下就是 会问就是代表说 其实虽然说有小数 但是都是一些我们应该要很熟悉的数字 所以你可以试着找找看 他都跟完全平方数有关 然后回答这些问题 思考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下一集会教 负3平方开根号是3 3平方开根号也是3 那么说某个数开平方 某个数平方丸开根号就是那个a 这样子说的话对或不对 也就是3平方开根号丸是3 可是负3平方开根号丸不是负3 所以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说a平方开根号 那会是什么 你答a 对吗 如果不是答a的话 那要怎么答 很多学生他会说 就是那个正的那一个 不管是3或负3 反正就是正的那一个 如果你想要表达这件事情 在数学上我们要怎么去描述 就是正的那一个 今天课上这里